尊敬的卢台长 您好 您好 我是一位晚期的宫颈癌患者 应该出院有八个多月了 但是我的病灶都在 医生说我是一百个患者当中 就那么一两个被我给摊上了 我的病应该说没有完全治愈 还都在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了 既不能放疗也不能再化疗 因为化疗血量特别低 现在都没有 已经出院快九个月了 还没有达到四千应该是 所以 我想问你 你现在学佛了没有 学了 学了是吧 念了多少时间了 念经念了多少时间了 念了有快一个月了吧 我帮你看看啊 我帮你看看 你还能活多久 这个观能不能过去 我告诉你的目的 不是说让你悲观 不是让你失望 我是让你好好的学佛 跟自己的命 看过了凡私讯吗 没有 我很很欣慰的 我想听到他 看过 没有 了凡私讯能够改命改运 听得懂吗 台长昨天跟大家讲过什么话呀 不学佛的人 等待的就是命运 学佛的人 就是把两个字 电过来 叫运命 给你看看啊 但是如果不好的话 我也不会讲给你听的 听得懂吗 你不要紧张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七年十周的 应该要是按照杨丽说是 七二年一月十三号的 数周的 我告诉你 好吧 身上 灵性很多 四个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赶快现在只有念小房子 还有好好念 李佛大参会文 我告诉你 唯一的告诉你的好消息 是什么 杨寿还有 谢谢台长 好了 好好去念 不要跟我 有什么讨价还价的 好好学佛 念经修心 好了 台长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有得念 我看你现在第一波 就要念 两百八十张 两百八十张 谢谢台长 好 好好念 谢谢